叔叔你好叔叔 你好你好 您是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深圳蛇口广东的 今年多大岁数啊 今年刚刚过完65周岁的生日 你像您今年是65岁 就是很多人也说呢 就是说是65岁这个年龄呢 他们是根本就不会选择 也不会考虑来这个养老机构 基本上是什么时候 这个不能自理了 才会选择考虑养老院 这点的话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说的呢确实有道理 这个人生呢 他们总结分五个阶段 那么退休以后是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环境二十年 我和我爱人 你也看到了 身体很好 手脚都很灵活 现在我们呢 也是在享受这个环境二十年 在做旅居的生活 退休以后 哪儿都是家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那个什么家的概念了 就像以前我们 我们讲的了 妈妈在妈妈在哪儿就是家 到底是一样的 因为退休以后啊 最富裕的就是时间 如何安排我们的后半生 这是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 老年的生活 一定要让他活得有生活质量 那么如何才能有生活质量呢 就一定要有一群人在一起 共同的营造一个好的生活 你说能梦能跳的 这么年轻 跑到这儿来 那么你到底是图什么呢 一方面 是这儿的环境 气候嘛 你这肯定要选一个好的气候 另一方面 你在这儿的生活 和你在其他地方的生活 先比较 如果这儿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那你肯定要选择这个地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我们在深圳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能冬天不用开暖气 也能够过得很好 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呢 如果说在这儿待的时间 太长了 我们可能就冬天呢 有可能就回到深圳 去住个几个月 但是夏天 我们是一定要在这儿住的 因为夏天啊 深圳不开空调 是没法生活的 而且他从五月份 一直要开到十一月份 他们感觉传统的养老院呢 就是可能说是 说着不好听的 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的 那种感觉 就是说来了养老院呢 就是把门一锁 就是不自由了 这个很多养老院都是这样 因为我的老母亲 从97岁进养老院 到100岁去世 住的那个养老院呢 在安清的养老院呢 他虽然条件也很好 上面活动机也很大 下面也就是医院 但是他的管理呢 确实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比较死 那你这样出去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我到这儿来看了一下 我们的技术也好 特别是高短区 很自由 面对那些行动不变的老人 就像有的这个入住者 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天天面对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确实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 但是我看到了我们的 胜确领导层 用着一点功夫 花了一点时间 想了一些办法 让我们的这个环境 更适合于老年人的 这种有品质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他们 没有像有一些严导院那样 这个一群那些 行动不变的人在一起 然后无助的在那里 消磨时光 这个地方不一样啊 这要你看 他每天早上做操的话 很多行动不变的人 然后推着轮椅去 他固定式的 强制性的让你去 活动活动 让你大佬 不断的对生活 产生兴奋点 这样的话 对于你的生活 质量的提高 对于你这个 这个延缓你的生活 生命的话 是有帮助的 其实也不算是强制性的 只是说是 不能自理的这些老人呢 他是被这个氛围给感染了 他也跟着 我说的这个强制性 不是说你一定要来 是他们形成了一种自觉嘛 你觉得我要不来的话 你看看人啊 特别是老人人 他就喜欢热闹 你营造了这样一个 一个热闹的 产变的话 他当然他就觉得很有意义啊 对吧 自觉不自觉的 他就会融入到这样的 一个群体中间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做些时间啊 或者说我每天 这个几点钟 做什么运动啊 是固定的 是吧 那么你 这种固定的这个操作 慢慢的就 变成了你的习惯啊 这样就可能就会 这个生活安排的 就更充实一点 老年人啊 就怕寂寞 你一寂寞了 他就觉得生活 不知道做什么 是吧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